这里是辽宁新闻 晚上好 晚上好 今天是2019年1月16号星期三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月16号 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辽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561名代表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履职尽责 共会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发展美好蓝图 陈秋发主持会议 唐一军做政府工作报告 1月16号下午 陈秋发唐一军分别来到所在的沈阳代表团 大连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下的人会见参加省政协12届二次会议的 港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 出席省13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 在各驻地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出席省政协12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 分组讨论省政协12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和提案工作报告 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1月16号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在辽宁人民会堂隆重开幕 出席会议的561名代表 以饱满的政治热情积极履职尽责 共会新时代辽宁全面振兴发展 美好蓝图 大会执行主席陈求发 孙毅 孙国相 张铁民 康杰 杨冠林 杨忠林 于炎良 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出席和列席本次大会的领导友 唐一军 夏德仁 谭作军 范继英 张磊 王边江 廖建宇 张福海 刘焕心 张连毅 陈绿平 崔风林 王明玉 郝春荣 李金科 卢科 戴玉林 刚瑞 李小安 武县华 江军 赵延庆 许波 高科 正省级老同志 文士镇 张文岳 孙琪 王怀远 肖作福 副省级老同志 出席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全体委员等列席会议 大会执行主席 主席团常务主席陈秋发主持会议 现在我宣布 辽宣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开幕 省长唐一军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 各位代表 现在我代表辽宁省人民政府向大会报告工作 请与审议并请省政协委员提出意见 一 2018年工作回顾 在回顾去年政府工作时 唐一军说 2018年是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辽宁开启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起步之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恕劳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按照省委的部署要求 坚持稳中囚禁工作总基调 贯彻新发展理念 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开放 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扎实开展重实干强执行抓落实专项行动 主动作为攻坚克难 砥砺奋进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经济运行稳中有进 总体向好 预计全省地区生产总值2.53万亿元 比上年增长5.6%左右 地方财政总收入4525亿元 增长7.8%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16亿元 增长9.3%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5,323.6亿元 增长9.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9.8% 同比提高5.4个百分点 城镇登记失业率3.98% 新增就业49.3万人 超额完成全年任务 居民消费价格上涨2.5%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342元和14656元 分别增长6.7%和6.6% 唐一军说 2018年的成绩来之不易 这些成绩的取得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国家各部委大力支持的结果 是在省委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2019年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是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 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新发展理念 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 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坚持深化市场化改革 扩大高水平开放 聚焦补齐四个短板 全力抓好六项重点工作 加快推进一带五基地建设 深入实施五大区域发展战略 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继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着力激发微观主体活力 统筹推进稳增长 促改革 调结构 会民生 防风险工作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进一步稳就业 稳金融 稳外贸 稳外资 稳投资 稳预期 提振市场信心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 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 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地区生产总值增长与全国保持同步 力争实现三年行动计划确定的目标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6.5%左右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8%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8%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7% 进出口总额占全额的份额不减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左右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城镇新增就业42万人 城镇调查失业率和城镇登记失业率 分别控制在5.5%左右和4.5%以内 单位GDP能耗降低3%左右 随后 唐一军从八个方面报告了2019年政府重点工作 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 激发振兴发展新活力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 形成经济发展新支撑 全面扩大高水平开放 打造开放合作新高地 扎实推进乡村振兴 开创三农工作新局面 持续打好三大攻坚战 务求重点难点新突破 强化统筹协调联动 构建区域发展新格局 着力加强社会建设和民生保障 持续增进百姓新扶植 唐一军说 民之所盼 正之所向 今年要着力办好实践民生实事 一是 对建档利卡贫困家庭 高校毕业生就业实行兜底帮扶 二是 对贫困县义务教育阶段学生 实施营养餐改善计划 对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实现资助全覆盖 对艰苦偏远地区乡村教师 实行差别化补贴 三是 对全省因病反贫 因病治贫人口大病专项救治 扩大至21种 对全省建档利卡贫困人口 实施医疗补充保险 四是 城市农村特困人员救助供养标准 分别提高5%和7%以上 集中分散供养的孤儿平均养育标准 分别提高5%和7%以上 五是 为城乡低保特困和低收入家庭妇女 开展两癌免费检查 为贫困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 六是 为贫困家庭新生儿免费实施疾病筛查 为贫困家庭适龄儿童免费实施口腔窝钩封闭 和接种流感疫苗水痘疫苗 为贫困残病儿童实施康复救助 为60岁以上贫困白内障患者免费实施手术治疗 七是 增加农业保险品种 提高农业保险水平 增强农业抗风险能力 八是 完成低保护 贫困残疾人 建档利卡贫困户和农村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家庭 微房改造任务 对100个早期棚改小区配套设施 及房屋进行维修改造 九是 建设农民体育健身工程1000套 村文化广场800个 示范性建设美丽运动乡村10个 建设城市健身路径500套 龙市足球场50个 石市建设农村公路4000公里 石市农村公路维修改造4400公里 建设一市一亿村内道路5500公里 唐一军说 加快推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关键在于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要尽心竭力为人民服务 对人民负责 让人民满意 强化政治建设 自觉在思想上 政治上 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 唐一军最后说 风筝一帆旋 奋斗正当时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高举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 在中共辽宁省委的正确领导下 解放思想 开拓创新 苦干实干 奋发有为 高质量 高标准 完成今年各项任务 以优异成绩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根据会议议程 大会以书面形式提醒代表审查 辽宁省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 辽宁省2018年预算执行情况 和2019年预算草案的报告 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 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 关于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内务司法委员会更名的决定 和关于设立辽宁省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的决定 表决通过了 关于辽宁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社会建设委员会 组成人员人选表决办法 本台报道 1月16号下午 省委书记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陈秋发 来到他所在的省13届人大二次会议沈阳代表团 与大家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中 张磊 潘力国 刑鹏 杨森 徐成 刘克武 杨小霞代表先后发言 大家一致认为 政府工作报告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东北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 总结去年工作实事求是客观全面 部署今年任务思路清晰全面具体 是一个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好报告 大家还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大家发言后 陈秋发说 政府工作报告全面总结我省2018年工作 提出了今年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和保障措施 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 及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 他表示完全赞同这个报告 陈秋发强调 沈阳作为省会城市地位重要作用突出 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阳 要进一步强化责任狠抓落实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 努力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是要扎实落实好发展目标 努力做大做强汽车等产业 下大力气抓好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 把各项任务落实到具体县区 具体产业 具体项目 把责任落实到具体人 作大增量 抓好省委省政府支持民营企业 加快发展23条措施落实 优化财政支出结构 切实把资金用在刀刃上 二是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切实在提升服务水平上下功夫 加大营商环境执法检查监督力度 努力让各类群体在优化营商环境中 有实实在在获得感 三是要不断增强和培育发展新动能 大力推动各类企业和高校院所 点对点合作 促进更多科技成果产业化商品化 打造高端高质产业体系 提升供应链 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地位 四是要防范化解风险隐患 防范和处置好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一起一侧帮助企业防范化解债务风险 认真做好公共安全 食品药品安全 社会治安 安全生产 信房稳定等工作 确保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五是要提高党领导各项工作的能力 落实好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精神 持之以恒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本台报道 1月16日 省委副书记 省长唐一军来到他所在的省十三届人大二次会议大连代表团与代表们共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议中谭成旭 赵福增 赵日强 简标 从培刚 齐塞纳 马真庆等代表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 政府工作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 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要求 站位高 视野宽 内容实 符合中央精神 紧扣辽宁实际 顺应人民期待 是一个高举旗帜 实事求是 催人奋进的好报告 唐一军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表示 过去一年 我省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成绩来之不易 最根本的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的结果 是国家各部委大力支持的结果 是在省委领导下全省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 唐一军强调 大连是全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领头羊 地位特殊 优势独特 要找准方位 明确方向 谋定方略 扛起新使命 展现新作为 谱写全面开放新篇章 永当全面振兴 排投兵 一要 抓住大机遇 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 大连要对照党中央扩大高水平开放的战略部署 对表新一轮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目标任务 对标先进地区的经验做法 扬长补短 扬长臂短 扬长刻短 在新起点 推动大连向着高水平对外开放迈进 二要 依托大港口 推动城市建设新跨越 以港口整合为契机 提升港口能级 提高城市品位 努力打造国际港口名城 三要 用好大平台 培育创新发展新动能 用好用俗用活各类政策 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 大连金浦新区 审大自创区和大连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创新发展 四要推进大协作 加快推进沿海经济带开发开放上台阶 着力建设产业结构优化的先导区 经济社会发展的先行区 本台报道 1月15号晚 省政协主席夏德仁在辽宁友谊宾馆会见 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的港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 夏德仁对港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参加省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 表示热烈欢迎并介绍了辽宁当前形势 他说 过去的一年 省政协港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 以辽宁振兴为己任 为促进辽宁与香港 澳门及海外的经贸合作 文化交流做出积极贡献 当前 辽宁正在全面推进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对外开放 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希望各位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进一步了解辽宁省情 社情 民情 深入开展调查研究 积极协商议政 推介辽宁 宣传辽宁 投资辽宁 为实现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 做出新的贡献 参加会见的省政协港澳委员及特邀列席人士表示 将继续关心和支持辽宁的经济社会发展 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切实履行政协委员的职责 省委常委统战部长范继英 省政协副主席高科参加会见 本台报道 1月16号下午 出席省市三级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 在各驻地分组审议政府工作报告 审查计划报告和预算报告 审议中 代表们积极发言 气氛热烈 大家一致认为 报告主题鲜明 主线清晰 主基调昂扬 主攻方向明确 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 鼓舞士气 催人奋劲 是一个宁心俱力 开拓创新 求真务实的好报告 安山俯顺代表团的代表们认为 2018年 卧省主动作为攻坚克难 砥砺奋劲 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大局稳定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 本西丹东代表团的代表们表示 报告对今年的部署安排 工作重点突出 目标设定科学合理 谋划安排思路清晰 措施有力 充分体现了政府求真务实 敢于碰硬 勇于担当的决心和勇气 代表们坚信 只要全省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奋力拼搏 以坚定的信心迎接挑战 以强大的定力应对变数 以勇意的奋斗化解风险 就一定能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收官 打下决定性基础 以新气象新担当新作为 开创辽宁全面振兴 全方位振兴的光明前景 以优异成绩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1月16号下午 出席省政协12届二次会议的政协委员 在各驻地分组讨论省政协12届常委会工作报告和提案工作报告 讨论中 委员们畅所欲言 对两个报告给予高度评价 委员们认为 省政协12届常委会工作报告 充分反映了省政协常务委员会服务工作大局 努力参政议政所做的工作 同时 为今后的政协工作指明了方向 2018年 省政协委员各参加单位和专门委员会 深入调研 积极建言宪策 共提交提案541件 立案445件 立案提案当年全部办结 提案建议被充分采纳 委员们认为 提案工作报告 认真总结了过去一年的提案工作 提案在倾听民声 反映民意 促进难点热点问题的解决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为我省振兴发展发挥了促进作用 委员们表示 新的一年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视察时 和在深入推进东北振兴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 认真履行 政治协商 民主监督 参政议政职能 为推进新时代辽宁振兴做出新贡献 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和人民政协 成立70周年 本台报道 一年一度的省两会备受媒体和社会的关注 今年 省两会设立了厅局长通道 邀请省发展改革委主任李雪东 省教育厅厅长唐国华 省工业和信息厅厅长何庆 省财政厅厅长霍布刚 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胡涛 省营商环境建设局局长周易盈 省扶贫办副主任谢永福接受了媒体联合采访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 第一时间解读回应社会各界关注的两会热点话题 本台报道 新华社1月15号播发题为 班导看不见的拦路虎 辽宁以解放思想大讨论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报道 报道说 思想解放不够是发展滞后的根 为破解这个根本问题 辽宁省委从2018年11月开始开展了解放思想 推动高质量发展大讨论 辽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 奔着问题去盯住问题改 激发了国企改革活力 也让很多民营企业尝到了政府部门突破成规 赶闯赶世给企业带来的甜头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